你们看这是什么东西 好像好像是一个人 是啊 那就是一个人 积极插入一条一纸行动 江城不断雷雨天气 天空出现不明物体 有目击者身 看到人形生物 具体请关注本台后续报道 你们对这件事怎么看 啊是龙虎山啊 龙虎山忽悠我大夏两千年 由我成功渡劫 定可保护我大夏百年兴盛啊 不过我建议咱是讽创相续 以免引起广众破坏 为什么比一小人还能见到飞机 转秀到渡达的危机 别靠飞生成心 围结满世界最可怕的结束 渡过了就是盗国境先 渡不过怎是万劫不复 天师被奉为龙虎山 五百年武功修为第一 我相信就算是九重天雷 也破不开天师的不灭间身 听刀划吗 听什么只对凡人设计 刀划万千凡人亦可成仙 来吧 来了 终于来了 雷杰来了 铁士 你一定要成功 心地不仁以万物为出口 今日 我就以我的金刚元气 汇以汇你的九重雷杰 来吧 一八重 只是最后一重雷杰了 看来 只能以我的肉体应接了 来吧 天师 让我们祝你一臂之力 天师 让我们来祝你一臂之力吧 祝天庆大大 我到辉入新宝 你们你们干什么 我到辉入新宝 如果 我到辉入新宝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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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叶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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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是死了吗 也是您被第九重雷截击中 刚才我们四人 骗尽了全力 才将您救了下来 看来我终究无法杜绝成 对了 你在昏迷期间 一直是在喊一个名字 什么名字 夏世玉 我明白了 我之所以未能杜绝成功 皆是因为尘世未了 导致心结未能解开 天儿 您还有心结 我十二岁那一年 全家一时八口被杀 父母大仇始终未能得报 此乃心结之一 当年我同学夏世玉将我救下 而我却未能报恩 此乃心结之二 看来天使你沾染了因果 所以不能重现 玉秀仙道 仙秀仁道 仁道不秀 仙道远野 给我准备一套变状 我要下山 龙虎山外门掌教清风 拜见天使 许来吧 我让你查的事情 查得怎么样 天使 我们查到 当年 杀害您全家的 正是江城第一豪门 赵家 赵家 是 另外 属下还得知 当年将您从大火中救出来的夏小姐 也被赵家抓走 他不肯透露我们去向 便遭受到了赵家的严刑毒打 其毁了容 还导致一条腿 终身残疾 他们竟敢这样对的事 请去找死 死 丑无报 我势不为人 天使 你看看这个 赵旭燕 这是 实在没办法 夏世远毁容 人人必而远之 再加上 他双腿残疾 更是没人敢取 还成为了夏家的孝子 夏家老爷子着急 便在这龙辉酒店 摆下这赵旭燕 是我让他收回去了 背车 取龙辉酒店 主话说 女大当将 今日我再次设宴 想为我的孙女 夏世运 选择一位家具 我承诺 只要有人娶了我孙女 我夏家 愿清囊相助 夏家的资源 虽然很诱人 但是夏小姐这个脸 实在是太吓人了 看着这张脸 饭都吃不下去 但不过 该那种事了 想想的恶心 那关上都 不同一样 既然陈少不介意 会跟那夏小姐 娶了便是 我可没说 要娶这成八怪 放下 把杂娶回家去 是杂伺候我呀 是我伺候她呀 生出这么个 又丑又残的赔钱会 差不多一坨赣死 那还真是 给咱们夏家丢的难 对了 夏家丢 要是夏小姐不嫌弃的话 我倒是有个 合适的人选 要是夏小姐 不嫌弃的话 我倒是有个人选 不知你说的 这个人是 我弟弟 叫陈锋 就是脑子不太好使 但是四肢是健全的 陈丹 你这样说 让我有意思吗 夏小姐有意见 她能有什么意见 有人要她 这不错了 瘸子跟傻子在一块 还是很般配的 最后我不想 你给我站住 这件事 要不得你 再说 我也是为你好 让这么多人看我的笑话 是为了我好 你还有脸说 当年要不是你 惹怒的赵家 会变成这样子吗 你自己闯会 你这爸 还要连累我们夏家 跟你做牵连 你现在还要去取船爷爷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 你乖乖的呆在这里 要么 过去下架 陈少 死了日不住 撞去 要么 你今天就把陈少爷 叫过来 刚场定会如何 我看 还是算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把这个茄子 取回我们陈家 那是丢了我们陈家的脸了 还请您 另寻他人吧 告辞 我叶天 愿意举夏小姐为亲 我叶天 愿意举夏小姐为亲 叶某仰恶夏小姐已久 还请夏家主赐婚 真有人去这个丑八怪啊 这个土狗还真不挑食啊 当真 你愿意娶我孙女 是月 当真 还请夏家主成全 好好好 我宣布 成为我夏家 女区的事 叶天 哦 我说 妹夫 以后对我堂妹好点 虽然她是的残疾吧 但是那方面功能还是完整的 肯定能满足你 世音 你自己回去 我打不及 爸我先回公司了 走 我带你回家 哎 兄弟 取这么一丑八怪回家 不恶心啊 在我眼中 世音是全天下最猛 至于她身上的事 可以只好 行 既然你这土狗这么不消失 那我无话可说了 走了 哎 我让你走 你敢打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成家独生子 陈泰 知道我是谁 你还敢罗斯宝斯 有则不得 放眼整个云州 你陈家不过一个二那个世家 若不是攀附上了赵家 你连个屁都不是 给赵瑟海带句话 让他洗干净脖子等死 这是你住的地方 这是我一个朋友的 他出国了 我借住两天 嗯 你 为什么会娶我呀 我只是一个 一个残废的女生 而且我的脸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当年 为了救一个同学 他跟你长得还挺像的 而且 也姓也 叫 叶璇 那你后悔吗 不后悔 只是不知道 他现在还活着吗 生活的 怎么样 是 你受苦了 相信我 我会治好你的 为什么他会对我这么好 叶天 叶璇 他们 把这个吃下去 算是什么 这是我炼制的丹药 能够治好你的双腿 相信我 怎么样 有感觉了吗 我感觉双腿有些发热 好像心里在流通 睡觉站起来 走亮不看看 我能走路了 我的双腿恢复了 小心 坐 等一下 我还有个技巧给你 我的脸 这也太生气了吧 谢谢你 我们什么时候立正啊 你爷爷已经叫你许配给我了 该不会你想反悔 不想嫁给我吧 我嫁 我想先回趟爷爷家 告诉他们 我身体恢复的情况 好呀 如计 他们看到我现在的样子 一定也不能进来 嗯 我把你们召集回来 就是要说两件事情 我们的第一件 便是将 石云的丫头啊 送出去了 日后 那夏天的名声 也会好一些 第二件 便是想说说 石云集团那三千万的单子的事情 爷爷 是天恒集团实力雄厚 独霸云州 咱们夏家目前的实力 恐怕还能拿下这个顶单 这不是叫你没来 想办法的吗 爷爷 石云 你腿好了 石云 这 这爹怎么回事 妈 我的腿 是夜天给我治好的 夜天 嗯 哦 对了妈 我和夜天已经领证了 哇 这么回事 你现在死 怎么可以加油好呢 撑上个穷小子 他根本就配不上了 是 石云 你妈说的有道理 江城各大家族 没有娶妻的爷爷很多 不如我动用动用关系 联系一下各大家族 再给石云找一个更好的人家 我同意 我也同意 我不同意 爷爷 当初是你决定 把我嫁给夜天的 现在夜天治好了我 你们又反悔了 你们把我当什么 这臭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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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干什么臭丫头 这臭丫头 我这辈子 非他不嫁 石云 我们大家都是为你好 以你现在的条件和姿色 假如豪门 毫无问题的 又容华富贵 干嘛不想啊 何必非要嫁给这个穷小子吗 嘿 赵子 我们全家的意思呢 是让你解除婚约 你不会还死皮赖脸的想赖在这儿吧 我也不是非要当下家的上门女婿 看要我解除婚约 得吃云年间 何必说的那么患病疼 你莫非就是想 拍拨我们下家的权 是 这样 我给你一百万 你立刻可失业离婚 你那点钱 我还看不上 你装什么装 我可调查过你啊 你不过就是个孤儿 在陆队我们下家之前啊 他就是在外面打零工而已 爷爷 请你给我一个机会 我会证明 叶天 他不比任何人差 好 现在天空集团就有三千万的单子 如果夜签能不能拿下来 我就不让你们接触婚约 跟你们十天的时间 天恒集团 那可是世界五百强的公司 整个江城无数豪门 都想跟他们合作 我们一个小家族 这怎么可能 爷爷 那就别怪爷爷 不给他机会了 爷爷 不就是区区三千万订单了 小事一张 若是拿不下来 我自己开下枪 好 一言未定 天使 已经查到 当年赵家之所以对叶家动手 是为了一样宝物 名为轩辕剑 轩辕剑 轩辕剑 乃是上古轩辕皇帝的兵器 其蕴含无穷神力 得此物证 可逆天改命 难怪他们会如此心狠手了 我要替父母报仇 都会轩辕剑 今晚 就是赵家老太爷 赵四海的八十大寿 他就是当年策划一切的幕后黑手 好 很好 替我准备一口棺材 我要替他们收拾 唐家 唐子豪 公祝赵老爷 不如东海 寿比南山 献 玉山一座 秦家 秦小姐 祝赵老爷 长命百岁 送千年人生一科 丰海秦桓总经理 陈汉 祝赵老爷 胡树安康 送金童一座 哈哈哈哈 好好啊 天佑赵家 积业长青 子嗣不满 今天是劳修我八十大寿 感谢江城各界同仁前来参加 荣幸致志啊 哈哈哈哈 在下叶子 宋官太医 助赵老太爷 升官发台 大几大几 是什么人 你买我的兽赵老太阳 你买我的兽严 找乱 我是什么人 我是要你命的人 放下 我不管你是谁 今天你都别下火之处去 男人 就这个是什么人 看来你记性不太好 那我就给你提个醒 十八年前 叶家别墅一场大火 十八口人葬身火海 只有一个小男孩跑了出来 我说谁呢 原来是叶家人 当年你只是一个小包公套 要不是因为我爹帮 你们赵家怎么会有如今的地位 可是你们却恩将仇报 寄予我叶家至宝 将我叶家赶尽杀局 算你这般丧体天亮 简直畜生播出 既然你都知道 那我就不隐瞒了 常言道 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这么浅显的道理 我想你应该懂 所以 小怪 就怪你爹 他傻 当年我爹多次接钱 连利息都没有 他总是对我说 赵氏他的妄宁娇能帮就帮 没想到养了你这么一条土生成 无尽不思感 反而恩将仇报 那只能说 你爹他人傻钱多 我现在只恨 只恨我心不够狠 得将你燃草出根 既然老天留我 就是叫我报仇雪 战死场 赵老狗 明年的今天 就是你的姐 狂猛 四大 刚才看你比划那两下 也算是个武者 看我少将 也不是白给的 我大儿子 是北京服役大将军 就算 欠这个豹子胆 你也不敢动 我当是谁呢 原来只是北京的一个将军 我告诉 就算是北京战士 站在我面前 也只能俯首 可笑至极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以为你是 忽悠大西亚百年的 龙虎山天师不辣 不管是谁 到了赵下 是龙虎 你得给我盘着 是虎虎 你得跟我卧着 你戴了副面具 装神弄 我今天倒要看看 你究竟是什么人 这次还 一刻之罪 哦 这个卡率 有一百个易 全拿去 你饶我一命 饶你 可以 换我夜价十八口人民来 爸 第一 娘 孩儿终于给你们报仇了 至于薛云剑 海儿会想办法堵回来 对见大将军 大哥 你总算来了 爸是为什么人杀的 叫叶璇 是当年叶家的余孽 叶云铲的儿子 废物 区区一个叶家余孽 你们这么多人都对不了他一个吗 大哥 不是我废物 这小子身上有点根气 好像是个武装 他现在在哪儿查清楚 此人俩无用居无踪 完全找不到人啊 废物 是 弟弟无能 还请大哥出手 为父亲报仇 把个明镜在那儿 带我过去 是 爸 孩子来晚了 爸 孩子来晚了 爸 我发誓 我一定会跟你报仇的 你去安息吧 电话 大哥 把些坏者见到我们东西了 咬住了 傅云铲何在 是 学生搜捕叶玄 已经发现 快杀我了 是 听 这一段 退过一种放 是 晨气外放 他不是一个武者 而是一个修炼者 修炼者 没错 大夏一向以武为存 武者更是万里挑一 但是一百个武者 也不一定能出得了一个修炼者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从那施展的手段来看 他也不过就是个互联警戒 比我这个先天大圆满 还长出去 他现在在暗处 咱们在门处 最主要是找到他废了 大哥 我想起来 你还记不记得 夏家的那个丫头 夏家 怎么了 当年 就是这个丫 救了叶玄 如果现在叶玄回到江城 你说 我会不惦记他 我有办法 天师 这是 赵四海死后 他的大儿子 北京大将军赵天龙回来 准备搞一个所谓的慈善晚会 把赵家收藏的一些文物 全都拍卖了 用于筹集资金 重新振兴赵家 这其中 就有当年叶家的轩缘件 真是踏破体系 我们一传 得来全部费工夫 收拾一下 晚上跟我出发 去赵家 是 好看吗 好看 不过老婆 你穿这么正式 是要去哪 今晚有一场慈善拍卖晚宴 据说派得的所有收益 都将会全部捐给慈善几个 你要跟我一起去吗 我就不去了 我今晚还有事 哦 好吧 那我就只好自己去 天使 我们该动手了 不紧 等拍卖会开始之后 嗯 你 你把袁秋花四平撞碎了快来人啊 你胡说包装什么 明明是你自己撞的我 是你撞的我 大家都看到了 你们说是不是 就是 我没有 就是你 我都看到了 就是你撞的 大吴小叫他干什么 还有没有点教养啊 老板 我刚抱着这原青花慈萍 去负面工作区 却被这个女人撞到了 原青花慈萍毁了 什么 原青花慈萍 就这么毁啊 罪可是价值十个亿 小天龙 不是我 我没有 不是我撞的 是他冤枉 不是我 忠目睽睽之下 还想脚背不扯 来人 把夏氏约狗拿上 派人到夏家 走要十个亿 倘若是没钱 把夏家人全都给我带回来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少将军 我没有 我没有 可惜了 夏家才起步 这样全完了 是啊 十个亿 夏家这次要破产了吧 夏家这次变卖 所有的家产 恐怕都凑不够 这十个亿吧 把他给我带到 后面房间里去 不是我 张大人 不是我 二位 跟我们走一下吧 糊了 龙兄弟 这是怎么了 老爷子 走一趟吗 夏家主 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绑了 郑将军 这有什么误会啊 误会 你那关于孙女的夏氏院 在我们慈善晚宴上 碰碎了一个价值十亿的 原青花子瓶 我给你一天时间就凑齐了 十个亿 如果凑不齐啊 你们都得死 什么 十个亿啊 小阿英 你想害死夏家呀 爷爷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你敢叫面 赵小军 能将往你吗 你打死你 赵小军 我们夏家 夏家也挺活路啊 跟你们夏家 那谁给我们赵家活路啊 若不是夏氏运 我的叶家 会一呼就不会活下来 我爹也不会死 这是你夏海 夏海 没错 是我夏海的 今天这十个夜 你们夏家 拿一点 我拿一点 我赵天龙 身为北京服务大将军 弄死你们夏家 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 夏家伙 夏家伙 夏氏运 你干扫瓦兴 你把夏家害了 我怎么会让你杀了你们啊 夏氏运 你一个人犯错 为了个牵连我们全家 我把他杀了 我杀了 我杀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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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夏氏运的错 你去找夏氏运的麻 你去杀了他 你放了我吧 哎呀 杀了他 也就太偏了 我用不然把人折磨了 让我修复了死 叔啊 十八年前你从叶家祸海中救出那个叶玄 他在哪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啊 啊 啊 当年是你救了他 他来江城一并找你 叔啊 他在哪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救了你 你放我 我放我 我帮他救到你 啊 所以你们全家都得死 我真的不知道 当年我救了他 他就跑了 我们都现在都没有联系我 我真的不知道 哥 这个叶玄非常狡猾 他很有可能利用他的话来慢慢接接 再好好想想 难道是叶玄 不行 不能让他们知道 我不知道 你们两个 把他扒光了带到慈善网宴上 我要用他 这叶玄的轩人剑左右啊 我就不信他不出来 救救我 救救你们救救我啊 救我啊 我赵家才是江城第一号 谁跟我赵家作对 谁救你死 我救救你了 你杀了我吗 别再折磨 时间差不多了 该是我 听事 不听 不好 是世瑜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说 叶玄到底在哪 我在这 老公 你别管我 你快走 你快走 放 我就是你要找的叶玄 不是 我认得你 你不就是夏家的上门女婿 夏世运的废物老公叶天吗 叶天就是叶玄 叶玄就是叶天 说你是叶玄 你有什么证明 现 认得出 是的 哥 就是他 我从回望也生的 他就是那天杀了咱爸的农灭人 好 好呀 到底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你到底还是来了 老公 你不该来这儿的 你快走 你快走 你别管我 你真是管我 世瑜 这一次 我不会再扔下你更山 好 你倒是想跑也 这里已经被我布下了 天楼地望 就是为了等你来 一人做事一人当 放手 放了 哥 叶玄已经来了 他已经没有任何领价 是 傻 不可能 老公 我 我 我 你 别哭了 哭了就不美了 老公 你刚刚说 你是叶玄 是真的吗 天真万全 太好了 你还活着 我以为你已经死了 都要感谢你当年救我一遍 我希望让你成为 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他真是感人至深了 赵天楼 你伤我妻子 想好怎么死了吗 该死的人 应该是你吧 你杀了我爹 死臭文公代天 那是你爸死有余公 赵家背信弃 已丧尽天良 当时 都是我爸一手扶植你们赵家 可是你们却反咬了一口 谋财汉民 将我一家十八口人葬身火海 写债 就要写来场 不仅赵老狗又要死 你们全部 要跟着下地狱 你口口声声说 我赵家谋害你叶家全族 你有什么证据 那把轩原剑就是正确 他本就是我们叶家成 当年你们赵家为了抢夺轩原剑 谋害了我们叶家 你说他是你叶家的 他就是你叶家的 谁能阻证 你叫他一声 他会答应你吗 要是我叫他一次 他真就你们答应 叶轩 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轩原剑即便再厉害 他也只是一把兵器 他怎么可能会说话 你错了 万物皆有 轩原剑乃上古神器 其神通 岂使你能够想象 其实 我便以叶家全族之名 唤醒神剑之灵 剑来 这怎么可能 赵将军 我 他这招 只不过是龙虎山法术中 最基础的 隔空取物而已 隔空取物 你还真是无事 差点就被你灌过去 叶轩 我警告你 立刻将寻人剑供放下 这不是属于你的东西 事到如今 你还想要你试试吗 事实就是 你想用你那拙虑的法术 妄想蒙蔽在场重担 我是不会让你的诡计得抢的 我懒得给你多费口舌 既然如此 那我就在这 此剑与我叶氏法定契运 非我叶氏徒人 无法霸剑出窍 叶轩 你不会又想耍什么法术的 在场众人不法修士 比你法术高强的人 一笔皆实 你真以为你能横压全场不成 你说对了 今夜之夜 纵全场 幸福 红网 叶轩 你真以为没人压得住你不成 至少你赵天龙 不行 好 既然你这么有信心 就当众戳传你的谎言 你 少计把他剑狗拔出 废物 区区一把剑都拔不出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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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三个 上 废物 全都是废物 我让开 今天我就亲自动手 就算你赵天龙亲自出手 也无济于事 小子 我知道你会点发生 大爷这点伎俩在我面前 根本就不够看 那么 接好了 再次不可能 我说过 此剑只有他真正的主人 才能把传 事到如今 你还不想相信事实 大将军 不妨 他贫道事实 最近欧凡道长 无心震才 光照玄冥 天神万圣 赴我真灵 派上老郡 提及如律令 我劝你尽早收手 若是用反力驱使轩人间 必遭凡事 叶玄 你是怕了吗 公尊道长 可是龙虎山外门弟子 修为高身 道发成天 你既凡风所辞 那是天沟地 后竟敢在这妄言 你一天行事 必遭天前 道长 快快动手 大将 你没事吧 对 大将会 很羡慕啊 你妄图用法力驱使 轩人间 一天行事 当然会遭到天前 想要拔剑出锥 动力全场 只有我一人无作道 不可能 就连道发高身的 公孙道长都拔不出 你一座普通秀氏 我可能拔得出来 那么今天 就让你开开眼 父亲 亲 你们看到了吗 叶家的传交宝 回来了 你真的灵气波动啊 转援一出 谁与针风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 望出锥铁剑 张天龙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好 那我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了 没错 你父母就是我周天龙 而且是我周天龙 亲自带人杀的 我身为北京富远大将军 而你呢 一个无权无事的废物 我告诉你 你又能怎么样 谁能够你组长 当年我父亲 与你父亲亲同手 我父亲可是叫你受为义子 对你势如己愁 你怎么下得去守 看在你快死个份上 那我就是怕告诉你吧 当初我是你爸做干爹 无非也就是为了 送出巡远舰的下巴 要怪 只能怪你爸自己是 秦少 你们赵家 秦少不如 你们赵家 离秦少就不如 两小废卷死无都不赵 只要能达成你 管得什么手段 不重要 你就不把天力赵家 都报应嘛 要是有报应 赵你报了 现在 我爸还是站得好好了 那么从现开始 你的报应 来了 我告诉你 就你那点旁边做到 对我爱过不成什么威胁 今天在场全都是我的人 城外也都是我的人 已经将这里围得水系 咬到 我今天就是个杀 为我父亲报仇 今天在场上 有两个人和为父报仇 但只有我个会活下来 叶玄 我真的很爱过你 你真不愧为叶家的活 死到临头了 人命该死 露死神兽 尤为可耻 来人 动手 我看谁敢 你又是谁 我乃龙虎山外门大长孝 道号 清凤 什么 龙虎山的人 此乃龙虎山天师令 见此令者如见天师 公孙少 尔敢不败 龙虎山外门弟子 公孙少 拜见天师令 拜见大阳将 起来吧 谢谢大阳将 这个道长 你是要保护他了 这不是你应该关心的问题 要想活命 就立刻跪下道歉 我要是没理解错的话 你的意思是 如果我不道歉 那他就能灭了我赵 这部长 不错 厉害厉害 且不听我赵天龙 如今身为北京服务大将军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单凭我赵家 这些年的基因 厌恶共联邦 表国际贸易的诸多战役 是江城名副其实第一家族 除非他有什么不可一世 天大十分 否则 他凭什么命为赵家 就凭他这张嘴吧 你说的不错 对 我动动嘴就够了 三分钟之内 让赵家破产 我看你是疯了吧 叶玄 我告诉你 就算龙武山那位大厦志高出来 也绝不可能在三分钟之内让我赵家破产 那么 十五一代 我说美女 我看你这样貌 也是极品 怎么会被叶玄这个不知死活的废物给骗到手了呢 不知死活的人是你 他的身份在场无人可以比肩 你还真是被骗得不浅啊 我告诉你 他就是一个身体下的窝囊费 身份 财富 能力 地 甚至是尊严 都有些 说他是条狗 那都是抬举他 他是什么人 还轮不到你来批红轮足 三 二 一 时间到 什么时间到 我还是什么事都没发生 我看你啊 就是前驴几球啊 张总 不好了 公司的补销大股的缩水 已经下跌百分之九十 现在公司公司只有两百亿 马上面临褪水的风险 什么 还有 跟咱们合作的二十家大作工 突然继续和咱们合作 单方面四伪合约 说不会跟一个 即将破产的公司合作 你说什么 还有赵总 咱们的网站遭到了黑客攻击 全部大家当被飘成了一毛钱 遭受大量用户风抢 我们的技术部无法关闭后台 保守护记 这 那总是 恐怕要超过五十个亿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赵总 现在我们所有的债券人都找上来了 银行也要出走我们的贷款 我们只能对外宣布 托转 哥 咱们找下 完了 什么 到底怎么回事 哥 为何是因为这些 不可能 肯定是我在朝中 得罪了那个大人 哥 我有一个处理 说 把夏家人全都给我带上 赵将军 都是夏世约一个人的错 他活该千刀万怪 我们跟夏世约没有关系 放了我们吧 我求求你 我不想死 我求求你 放了我吧 赵将军 这军有头 战友主 这都是夏世约的错 你找他报处吗 当然 就是啊 赵将军 这真的不关我们的事 全都怪得相信 我天 怎么样 夏家人现在全部都在我身上 只让我一声一下 他们马上就 追究去 他说的对 冤有头 战友主 这一切都是用我而行 你必变 放 我愿意束手送起 来人 叶玄给我绑了 慢着 用这个 寻常生死 可能对他没有 此来捆先生 就算他是大楼修士 也没办法挣脱 大哥高明 现在可以把夏家人放了 我要把你的头看 放在我父亲的坟前记忆 想掉我的源头 那你要看 有没有这个本事 叶玄 我真的很恢复你 死到临头了 嘴还这样 到底是谁死 不知道 那我见到呢 此刀名为昆仑战斗 刀锋三尺七寸 刀重一幅八十斤 北极玄铁打造 随我征战四方杀贼无数 很快 你就会成为我的刀下王魂 那我很期待 拿命来 拿命来 啊 啊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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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神 头来 头来 求 鬼 鬼呀 他不是人是鬼呀 这 这怎么可能 给我付 我的捆钱是 你要拖步了大陆修士 这不可能 现在 该轮到我看你的头了 叫我 暗轩再见 胡大师 他不是人是神仙 是活神仙呀 活神仙饶命呀 活神仙饶命 冤有徒宅有主活神仙放过一马 爹 我 快乐 谁要给你报仇了 我看谁敢动他 我看谁敢动他 战争来了 我们永久了 战争 救我战争 请战天 暴死 你竟然敢直呼战神明慧 你就是叶玄 我就是叶玄 方言整个大厦 还没有谁敢动我的人 大厦共有四大战神 北京战神乃四大战神之首 而且 北京战神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大罗修士的天风 区区一个大罗修士而已 有什么好想着 今日我在这儿有谁敢了 哪个敢言不败 哪个敢言不败 放肆 叶玄 你还在这儿大罗修士 你是不是真以为你能横压当事 你说的不错 当今世上 天上帝下 唯我独尊 就算是战事 也不过人意 好啊 已经很久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 真人 这小子不少小事 您给我的捆先生 都困不住的 区区捆先生报 那只是本座最低级的法宝而已 小的 你且看这个如何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他下赤膀 真欲塔 我听说 无论多么罪大恶劫的罪犯 都逃不过这真欲塔的镇压 小的 受死吧 医生 医生 小子 我就问你一句 你服 还是不服 服 我为什么 好啊 像你这般年纪能够到达大的修士 那是万种无益 但也锦盆一发 在我北京战胜面前还不够看 我像你这般年纪是 也同年轻气盛 但是你要敬 敬畏二资 我雁玄一生行事 一敬父母 二敬天地 至于你 又是个什么东西 雁玄 知道站在你面前的人是谁 那可是北京战神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秦战神应该是为我 区区一个小背包 还不值得我亲自跑一趟 难不成战神此次相来 还有别的事 你可知龙虎山那位至高 已经下山 什么 那就是那位 世代守顾大家上前年的 虎国天师 除了他还能有谁呢 而且天师道 就在这江城之中 天哪 天师竟然被临江城 简直是我江城 蓬壁生辉啊 而且 我也准备被天师大人为师 这个消息 已经委托龙虎山大招了 广城道 代为转道 残神大人 如果您要是拜天师大人为师的话 那您岂不是一步登天 以人之下 不爱人之上了 那是自 停战天 为在边关多年 横行霸道 拥兵自主 利用全力横征暴 像这样 不配入我门下 放死 那你还真把自己 当成天师道了 不成 不错 我就是天师 黄口小儿 今日你不仅如我手下 更是冒出天师大人 最佳一等安律 当成 这人大人 别跟他废话 动手吧 那 豪大的胆子 位置 大长老 这人 这是谁啊 快跪下 这就是老虎山大长老 广城道的 拜见大长老 先大长老 都起来吧 原本还想将你 扣戴着震狱 之中慢慢折磨之死 现在大长老 你的下场 这会更加气色 是吗 那我们 是不带不知死活的东西 大长老 天师他 没有和您一起过来吗 天师 已经来了 难道说 天师大人 就在这宴会厅之中不成 没错 天师 还真是执人不露像啊 不 这叫大隐隐于世 天师大人 既然能够藏身着宴会之中 而不被人查去 那就说明 没有人见过他 那 天文天师 16岁便凝聚金丹 18岁便寄生天人庆 是龙虎山500年来 武力修为第一 真在神中之灵啊 寻常人 一生也没机会 意读天师真容啊 你们 这是在干什么 大长老 今天这玩意啊 出了点疲劳 进来了只苍蝇 昂蝇 自寻死路之辈 鱼不可切 大长老 无需在意 没错 大长老 我这就命手下 把它倾引出去 冷战天 树云不见 你长了好大的威蝇 大长老 此话何意啊 何意 你很快就会知道 大长老 侄子 不仅草劫人命 而且胆敢冒充天师 小的特意等您来现场 发乱 死人 罪不可输啊 对啊 对 所以啊 小的斗胆 将他扣在这玉塔之中 等您老人家来到现场 亲自处决 这个废物 他杀了我父亲 还蔑视战神 冒充天师 这样杀了他 简直是轻饶了他 哦 那 做得好啊 大长老胜散了 不过 这个废物 还请大长老出手处决 今天天师在死 轮不到出手 请天师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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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师在死 尔道还敢不败 怎么会这样 这正与他呢 大长老 这小子不知死活 还能是冒充天师 我怎么见到 不带清理的人 是你 大长老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地层 拜见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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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师 大长老 你是不是搞错了 他就让下家一出去 他 滚上 跪下 你怎么可能是天师 你是假的 你一定是假的 你刚才 不是还想要我的向上人去 天师饶命 天师饶命 饶命 这我可万万不敢 你可是堂堂北进服院大将军 将成第一大将 我那是在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天师不必当真 你不还说 我的父母是你亲自待人上 还说他们是私人 我那是胡说的 其实您父母死那件事 我根本就没参与 那都是我父亲 不对 都是赵四海那个老狗狗 都是他 我可以把他从坟里面扒出来 错误杨辉 请给您信 将你父亲从坟中 薄出错误杨辉 为我泄愤 没错 泄愤 赵四海 真是生了个好儿子 还有你 你不是说 我只是一个入赘下家的废物 可以任意欺侣 甚至部中一条狗 天师 你这是 这不关我的事 就是赵天龙 都是他必要这么说的 赵天龙 你这个 真是大成亲兄弟 上阵父子彼 你们赵兄 归这么一个好东西 天师大人 这些事情都是赵天龙 辅惑欲望 你们之间的恩怨 我不清楚 秦大战士 你刚才不是要将我血肉分离 魂飞破饭 你的正欲哪 天师大人 这都是误会 我都是小羊 我说过 今夜之夜 纵满全场 均如蝼蚁 我想问你 我不服 我不服 还有你 为了抢我轩云剑 杀害我全家 立刻认罪 我认罪 为了逼我先生 绑架我妻子全家 将我妻子毁中 你可认罪 我认罪 拥兵自重 哼行无几 滥用私心 你可认罪 我认罪 好 想宣判 死刑 立即执行 天师饶命 天师饶命啊 其实 当年谋害你全家 那么好黑手 你灵魂欠人 说下去 他就是 他就是镇北王 就是那个一人之下 万人之胜的镇 没错 就是他 当年就是镇北王 指示我谋害你全家 夺取宣言舰的 他为什么上了军家 就是为了 为了宣言舰 你还知道些什么 这镇北王还在找 另外一件上午神器 他找这两样东西干 据据说 找了这两样东西 可以掌握大虾秘宝 成为大虾之主 镇北王果然狼子也行 不过有我在 我会让他同志 天师 我该说了都说了 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走了 好啊 我现在 送一下异域 天师 其他赵家人该如何处理 全部流放重军 是 那 他们 天机不可泄露 劳烦道长施展法师 抹去他们的锦 刚才这是发生了什么 刚才是赵家人 加黑 是我救了你 多谢大长老分明权 多谢大长老分明权 昨天 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赵家的晚宴 还有龙湖山的大长老 我怎么全都忘去了 这个臭小子 他怎么也在 臭小子 离我们家幸运远点 你现在还不是我们下家的女婿呢 爸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臭小子 你大概不会是忘记了 对我们家老太爷许的承诺吧 承诺 三天之内 拿下天恒的订单 要是不然的话 这怎么管他 现在 就剩下两天了 爸 你怎么能这样 昨天要不是夜天 我们家要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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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多亏了龙湖山大长老 跟这个臭小子有什么关系 你就是 没关系 天恒的订单 我能不能拿下来 好 天师 这位就是天恒集团的董事长 王磊 拜天即时 起来吧 明日 我老婆下身运会去你们天恒集团 问你拿三千万的订单 你要亲 不能有任何的 是 别说三千万 就是三个亿的订单 只要天师愿意 我都愿意 双手 双手 记住 我老婆在下十一 是不是记住 好了 这里没你声声 下去 是 情况 混沌中的事情调查怎么样 禀告天师 混沌中将会出现在一周后的昆仑山天道大会上 天道大会 因为您上个月强行杜劫飞升 撕裂了空间裂缝 人间 将迎来后果 为了避免这场浩劫 昆仑 武当 峨 三派祖师 决定共同出手 利用混沌中 重启天道 拯救双手 一群奴影 也望不重启天道 简直不自了解 还请天师出手 这件事是因我而起 我亲自出手 什么 真的吗 太好了 老婆 什么事 老公 我有一个同学 在天恒集团任职 他已经帮我们联系好了天恒集团的董事长 只要我们拿下了订单 到时候爷爷就能承认你了 是吗 我老婆真厉害 那当然了 你可不要小瞧我 喂 云云 我们到了 你在哪呢 诶 世远 你都推好了 我老公给我治好的 对了 忘了给你介绍 这一位是我老公 叶天 叶天 在江城 好像没有听说过什么姓叶的大家族 难道是省城来的大少爷 他不是什么大少爷 只是一个普通人 是月 你这眼眉光也不重要 凭你这长相 还以为你能嫁入豪门呢 谁要能幸福 防不防门的 无所谓 云云 我们好久没见了吧 感觉 你比以前更漂亮 都有点不像你了 唉 却不外省了一下 没想到你现在能在天红警方工作 这可是大欧死 你有不见 混口饭吃啊 爷 哪能跟你这个豪门大小姐比啊 好了 我们进去吧 要想见到我们董事长呀 还要互动总经理的批准的 走吧 石韵阳 我们董事长那么大的人物 哪是那么容易就能见到的 而且你要知道天红集团的订单 那可是多少企业都盯着呢 你要是想拿到天红的订单 就得要懂得付出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唉 我帮你约了周经理 不过他这个人呢 一直是个单身 一直知道 男人呢 都有那种学习 而你呀 长得又这么漂亮 该怎么做 我交起来办 什么 这不可能 云月 我下石韵犯得着做那样的事情吗 石韵 你这是什么态度呀 我是把你当成同学才给你找办法的 云月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把你当同学 你把我当什么了 行啊 在我面前你就别闯了 周经理晚上交道 想不想拿到订单 你自己看喽 他跟你说什么了 反应这么大 没什么 记住 你现在是我的女人 做任何事情 都不要委屈了自己 嗯 知道了 老公 哦对了 你若是实在不想见 那个什么周经理 你可以直接去见天恒集团的董事长 他一定会见你的 啊 石韵 这位就是天恒集团的总经理周总 专门负责跟其他企业接触 只要周总点头呀 就没有拿不到的订单 你的事 公元已经告诉你 但是今天你看 天气太热 不如我们去同边的景点开个房 戏料如何 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别说三千块钱 就是五千块钱 都不在乎我身上 啊 你说什么 你是谁 我是下星云的 不 哦 我记起来 你就是那个为了什么 钱全丹燕物对下 你这样的废 没资格跟我说 夏小姐 我相信你是一个聪明 知道该怎么去找 用你一晚上的时间 换三千万的订单 只赚不亏呀 哈哈 他们要是愿 你要知道有多少语言 想排着队伺候我们周总 没这个机会 现在这个机会就摆在你面前 你还在犹豫什么呢 别说了 这不如 夏世约 你别给点表演 我们周总看得上了 那是个文章 得罪了周总 你说你们夏季的 冰状就开了很激怒吧 你 你敢打我 打得救 还有你 甘把主意的跟我老 你居然给打我 你知道这一发展的代价是如何吗 什么代价 叶桑 他就是 周总理 我为我老公的冲动向你道歉 是与你说的事情 是我不能进食物 好 夏世约 你不会为你今天做的一切付出代价 你们两个给我等着 看来 夏季说要倒塌了 不用等下 想要拿到订单直接去找天红集团的董事长就算了 那不是王董事长 世约 你要找个人在这儿 你 您就是王董事长 我就是 您是夏日集团的夏世约吗 是的 王董事长 谁让你们两个今天从大楼子 滚出去 谁让你们两个今天从大楼子 请我滚出去 董事长 你怎么 你想让谁 我 我没说 不是让他们两个 放手 你说的什么东西 你敢取杂我的队的吗 什么 他们两个是您的队友 夏季 赶紧收敬 咱们上楼了 等等 王董 我有一件事情 想向您讨个说法 您说 我们来天红集团办理手续 可是你这位赵经理 最全谋私 把主意打到我老婆身上 我就想请问一下 你们天红集团 现在都这么多事 你一天听这小子服言乱言 夏家就是一个小企 根本没资格跟我天红合作 他们怎么一直缠着我 我才找个借口 让他们知难而退 你看 我这样不轻轻爷爷的 为公司工作 就全都是未来公司 为了公司 你是什么你要想 我那么清楚 想求人渣败类 我天红公司 绝不留你 来人 好 他俩给我赶出去 再来 咱们去我办公室 谈一下订单的问题 他弄着干什么 这可是千载南方的好机会 是 我能不能进入夏夏 就看得了 我在这里 等到消息 夏律师啊 追不急速 有什么需求呢 您尽快说 那王董事长 订单的事情您看 没问题 夏日集团的资料 我已经看过 非常有事 符合我们对于 合作伙伴的要求 好 我已经准备了 第五端金融 一 一个一 不是三千万吗 三千万 显得能 太没有诚意了 对于有实力的合作伙伴呢 我们天红 向来是不吝啬 夏夏日 如果觉得一个一不够的话 我们还可以继续的追加 够了够了 那好 我明天就安排财务会 以后有需要我们天红 帮助的地方 您尽管开口 这实在是太感谢了 我应该赶紧 叶先生给我这个机会才对 叶先生 哪位叶先生 我是说 叶先生在楼下 我很久了 我送您下来 不用了 我自己下睡就行 怎么样 顺利了 顺利的有些过头了 我都还没开口呢 他就已经把订单给我了 并且把资金追加到了一个亿 那说明我老婆面子大呀 连天红集团董事长这么重视你 你下架要同飞咯 不过 我总感觉 那位王董事长 好像跟你认识 天红集团董事长 怎么不认识你这个小 现在订单到什么 我们回去告诉你 爷爷 和长 爷爷 这钱大少 那可是我好哥们 现在江城赵家倒了 钱家就是江城第一大家族 而且钱少 刚刚被昆仑派升为弟子 可以说是前途无量了 什么 被昆仑派升为弟子 这钱公子 真不愧是江城的出荣啊 钱少这次 就是冲着师运来的 所以师运必须和叶天 那个废母离婚 跟钱大少当女朋友 这是必须的 只有钱公子 才能配上咱们家师运嘛 等那个师运回来以后 我就让师运 跟那个废母离婚 爷爷 我带合同回来了 这是天横集团的订单合同 那您看 叶天 现在是不是可以不用离开夏家了 师运啊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好哥们 钱家钱子阳 现在可是江城第一大家族 所以呢 你还不赶紧给钱少欺茶啊 就他 也配让我老婆欺茶 做梦 这个家还没有你说话的事呢 叶天说的没错 我才不会给他欺茶 错 一点理数都不得 赶快给钱少道歉 我又没做错什么 为什么要给他道歉 你这个死丫头 小老爷们 别怎么试 我就喜欢这种 波拉行 刚才他说什么来着 拿到了天横集团订单 谁再跟我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哦 钱少是这样 那是我们之前和这个废物打的一个 说是他只要拿下天横集团的三千万订单 我们就承认他的夏家身份 哦 我劝你们还是乖乖的把婚约给我解除了 别忘了 就算十一拿到天横集团订单 老子一个电话还是可以解除的 你们要记住 我全家才是天横集团最亲密的合作者 天横集团只有满足了我钱家 他才会把多余的订单给其他家做 钱少说的是啊 爷爷 话是您说的 只要我们能拿到天横集团的订单 您就承认叶天是我老公的身份 现在这合同我们已经拿到了 放弃 这不是三千万的订单 这是一个亿的订单 您看看 什么 一个亿 嗯 是 住的不错 不愧是夏家的人 能拿到天横一个亿的订单 咱们夏家 总算是能在江城 让他们出气了 爷爷 那夜天 哟 前家大公司来了呀 哈哈 哈哈 闪少啊 这久仰大名呀 怎么样 我们家身影如何 只要您今天点头啊 我们家身影 今天就会您闹回了 妈 爷爷 话是您说的 只要我们能拿到订单合同 您就承认夜天的身份 您可不能反悔了 这一人拿到订单 就可以告这无忧了吗 我前子让你一个电话 还是可以取消你合同的 爷爷 爷爷 世音 这个订单可是你拿回来 和他这个姓业的小 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还是那句话 和他做老子离婚 和钱上几同 嫁入钱家 嫁入豪门 这么说就对了 世音 只要您可嫁入 你们下家以后订单 我脱得去了 记得 我钱家现在才是 江州第一号 老公 世音 你怎么想 我已经跟你领证了 我就是你老婆 除非我死 否则 我是不可能跟你离婚的 还是不愿意我说话是吧 天恒集团王总 我是前子阳 我就问你一句话 是跟我前家合作 还是跟下家合作 下家 哪个下家 就是那个下生月 你得罪了下家 他妈是下家得罪了我 前子阳师傅 我很不得认得搞 从现在开始 你们钱家完蛋 来 东西小伙 让我打压钱 半个小时内 不要让钱家 清算过展 夏公子 这钱庚 是不是把我们下家的订单给取消了 什么 你看个混蛋 你到底能得了个谁 天恒取消了和我们前家出一段合作 什么肯定啊 你这只混蛋 你到底得罪了谁 天恒取消了和我们前家出一段合作 总裁不好 宝贝航自门长一条 谢我们利用好款 啊 总裁不好 夏公子刚刚说 我们生产的产品质量有问题 现在对我们发起起诉 让我们赔上30亿啊 啊 我才出大事了 我们是下工厂 因为出现产品质量问题 被我问问我查封了 啊 总裁冰天了 我们就该供多封 我发出股份 现在我们股份大天收益损失的百利 啊 总裁 你这个逆子 你到底得罪个什么人 是 夏总 夏总 我求求你 你给王总打个电话 你别搞我钱家 我错了 我我我错了 男人 我下次要给我盖出去 我 我 夏总 你再给我钱家 一定机会 这 你 夏总 你站住 石韵 总是一家人 别站着 快坐 快去快去快去 从今以后 石韵 就是咱们下次计算的总裁 月薪 30万 好 好 你对不起 爷爷 真的吗 真的 让我当总裁 真的月薪30万 当然了 那 夜天呢 既然你喜欢 那就暂时留在夏家吧 真的 老公 今天多亏了爷爷 你才能留在夏家 过两天是爷爷八十大少 你要准备一个好点的礼物 好 我知道 你这样看着我干嘛 师傅 托儿准备在七日后 为师傅举办一场天师宴 让整个江城 乃至大厦 一睹天师阵容 嗯 也是时候 该公布我的身份 这件事情专门 我要去昆仑山 参加天道大的 回来几个行专门天师 是 哦对了 替我准备一份像样的礼物 我要送给夏 子做兽 是 这就是上古神奇混沌中 这混沌中 可非反悟 乃是上古大神 东皇太义的法器 其中蕴含的力量 可以毁天灭地 推势助监 这次 三位宗车 算是要用这混沌中的力量 重启天道 避免天地浩劫 这就苍生啊 混沌中并非常人能够敲下 普通人 就连靠近都靠近不住 混沌中一共有酒响 普通修士 就算敲响一声 他已经是天赋却 就要是敲响三声 就说 造宗师 是吗 叶天 我若是能敲响九声呢 叶天 你这个废物不过来 你能来 我又不能来 我可是昆仑派内门弟子 你又算个什么东西 擅长天道大会 可是死罪 谁叫我 我可是受邀请 受邀请 挺简单 张大你的狗眼 好好看清楚 小大 今日天道大会 修真大能齐聚 灌溉云集 而你敢敢伪造天道大会 请姐擅自闯进来 你可是该当何罪啊 我伪造 你大可以去问问那三大掌 今日武若不 何人敢开始 不知死活的东西 咱敢侮辱森大掌 还不给我跪下 又吓鬼 还不够合 他不够的 在下方我伍刀改 不够 有意思 那再加上我昆仑派 差点 既然如此 他在阵上我峨眉派呢 我知道 此时此刻在场的诸位 都想与压我 所以我们那次报警 我们 就得 你 哦 放眼整个道下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 你是唯一一个 单敢挑战三大修正文派 既然你想与整个大厦 我就成全你的勇气 来人 发生什么事了 谢天 祖师来了 我先放过你 诸位 随我一起 跪拜祖师 攻击祖师 谢天 祖师来了 这废客不跪 我为什么要下跪 老师 既然你敢不跪 你找死 没有致死我的臭脚子 我看他根本就不知道三位祖师爷的力 我要是下跪 恐怕没人敢受得起 建祖师不败 还敢在这大言不惭 我们见着就完了你 哎 大家都起来吧 我看你体内尚有真气 既然身为修士 见我三人 为何不跪 要我下跪师 对不起 我一拜父母 二拜天地 除此之外 无人当受我一拜 大胆空脱 三位祖师 乃修真俱行 何人的理受不得 我要是跪 我就敢问三位祖师 敢受吗 笑话 楼以一拜 我有何受不得 好 一拜 祝三位祖师 先福永享 寿彼南山 天道是景 天道是景 为何天道 突然是景 根本就推散不出来 天道是景象混乱 我就说你们受不起我这一拜 如今天道是景 怪不得 放肆 你一切不入流的小小修士 岂能影响天道 我还从未见过 如此狂狈犯上之人 不知好歹 还敢在这大言不谈 还不赶快跪下 求三位祖师 放你一条生路 好 二拜 祝三位祖师 功德圆满 鸿福极天 选死不过 师祖 那他真是因为这个废话 不可能 他区区一个凡人 才会惊动天道 一定是我们 准备重启天道 惊动了上苍 才会刀子 示警 难道我等重启天道 是一天而行 不可能啊 我之前站不过 今日大吉大利 有天选 之子相助 定能开启天道 这到底是哪出错了 今日重启天道 没有错 但完成此事的 未必是三位祖师 胡说八道 在此地 除了我们三人 还有谁 还有这个能力 重启天道 此等小小劫难 并是天道 带来的责 没错 这一定是天道 对我等的试炼 唯有 度过此劫 妄可 重启天道 你小子 还不赶快 跪下朝拜 还不赶快 跪下朝拜 你确定要我下跪 啰哩啰嗦 快跪 天作孽有可数 自作孽不可活 天节 天节 四妹天节 天节要降临了 是谁惹恼了天道 将下如此劫难 三位祖师 我这可要跪下去了 这一拜 众三位祖师 青云直上 白日成仙 祖师 小友不可 小友不可再跪 记住 不是我不跪 是你的独配 就是我三人 今日要重启天道 不该在这蓄力上 过多的君臣 耽误了重启的其实 这天道才会降下 不停的事情啊 没错 定是如此 小子 等我们三人重启天道 你再跪拜 也不吃 只要你们愿意 我随时封开 即时已到 我三大仙门 在这里重启天道 以胸骨空间之缝隙 令众生 免遭涂炭之苦 今日 我们选出天选之词 祝我等 以上股神器 混沌中 重体天道 开始吧 要等金丹之静 才可敲响四声 将行敲钟 必定会 气绝身亡 若你是天选之子 定会敲响五声 我看他并非天选之子 让他去就是送死 黄口小儿 练气境需要多高的行为 你真不知道 区区练气漆 不值一提 叶天 放肆 这位修士 乃是练气境 不是你的三脚猫的功夫 可以比的 说他都不是天选之子 难不成 是你 可笑 狗屁不通的东西 闭吧 祖师 弟子现在就去敲钟 上这凡夫俗子 心服口服 将尘 住击扎 敲响一声 毫不费力 两声了 真是修炼的好苗子 天资非凡 若他能再敲响一声 他便是天选之子 可惜 他这第三声 是敲不见 小子 若我敲响这第三声 小伤永远闭随 我劝你放肆 这一掌下去 轻则受伤 重则残废 更有可能 多年修为毁于一代 闭随 这么大一次公园看清楚 是如何敲响这第三声的 这 什么 这怎么可能 我来 师妹我来 来多少人引一用 你们统统都无法 敲响第三声 小子 我忍你很久了 信不信我一动机率 那你试试看 师妹 不要跟那个甩个杖 敲响中才是成事 看来 今日是选不出天雪之子 不如我们三人合力 方能幻 混沌中 重启天道 就算你们三位共同出使 结果也是一样 区区凡人之躯 别妄想 重启天道 难道不觉得可笑吗 姐天 你疯了吗 三位成人圣事 金丹大德 星真俱秦 不是你个废物 可以争议的 诸位 今日就算三位掌门 饶了他夜间 我前家也要诛杀他 以敬逍遥 我武道也认出手 我武道也认出手 大家别动路 此人只是井底之蛙 眼界狭隘 所以才会狂妄自大 可无这揽 只因他不懂 我等金丹修士之神通 今日就让他开开眼界 解释一下 我能的强大 好 那我倒要看 诸位 有多少精力 不愧是师尊 修为高深 轻易就敲响了三声 姐天 看到了吧 这 就是三位掌门的实力 四声了 三位宗师果然是法力无边 四声了 马上就是第五声 自古以来 从来没有人能敲敲 五声混沌中 只要再能敲响一声 便能够唤醒混沌中 重启天道了 三位祖师重启天道 为人族逃过天地大劫 将千秋万代 永世受后人敬仰 也只能止步于此了 若强行敲第五声 不仅修为全废 恐怕连性命 也会不保 再敲响一声 可就是五声了 就可以唤醒这混沌中 重启天道 借我们三人之力 定能敲响 这第五声 成败在此一举 我们必须付出全力 不留后手 太极神仗 瓦骨绵章 大金刚 章章 师祖 怎么会这样 如果连三位师尊 都没有办法交响的话 那这世界上 还要谁能交响 难道 是天阳灭我人族 没想到 凭我三人之力 也无法 敲响这混沌中 第五声 我们三人都不行 看来 这世上 已经无人能唤醒 混沌中了 命中注定的 铁选这次 到底在哪儿了 我说过 就算是你们三个 加在一起也不行 这三界之内 唯有一人能够重启 天道 挽救灵族 那就是我 谢天 真是疯了 三位师子 乃是金丹之景 只差一步 便是陆地神仙 三位师子 都失败了 就减你一个小小的修士 还妄图唤醒 混沌中 重启天道 简直白日做梦 小子 这里是昆仑山 不是你大放厥词的地方 我劝你好自为之 不要自群死路 如果三位宗士 都敲不响这混沌中 那这世上 就没有人能够强下 你要是觉得你行 你就上 我礼物会给你收拾 除了我之外 没人能怪死 和特装 你知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那诸位 可就瞧好吧 这下好了 不用我出手 你自己就把自己 扔死了 我看 他一声都敲不响 就会被混沌中震得肝胆剧烈 哼 想了一声 没想到你还没那么废物 第二声 这怎么可能呢 立开 我劝你收拾我 连我都没敲响一声 你能敲响两声 已经很能挽回尊 再往前走 必死无疑 无量天尊 胜仓有好生之德 小友 收拾吧 三少 这个 第一阶军士怎么可能 强抢三少 定是他隐藏了修为 即便如此 也不过止步于此了 练气两声 铸鸡三声 以你的修为 若在强行敲中 必定灰飞烟灭 小友 我看你天资非凡 是个修针的好材料 我武当愿意收你为徒 我峨眉 也愿意收你为弟子 我昆仑 也愿意收你为徒 天呐 三大展门居然收一个 无名小辈为徒 简直闻所未闻的 小子 你要是实相 就赶紧下来 以三大宗门的资源 你踏入筑基井 也未尝不可 收我为徒 还不废 第五伤 居然第五伤了 难道说 他的功力在我们三个之上 真是后生可畏 后生可畏啊 就算他敲响了五伤 不忘今来 这么多修士大能 也没有人敲响第六伤 你们的来历 我已经知晓 可你们却根本就不知道我的根基 我有万丈道好 你们也只是萤火而已 在我们面前 如何发光 第六伤 难道他就是传说中的天血之子 我们之前都说了些什么 居然说他是废物 恐怕我三人联手 也不是他一人之敌啊 不可能 这一定是假的 这个混沌中一定有问题 主委 我这就当着你们的面 拆穿他 这么说 回队中敲的四十越多 他的伞台力就越大 那岂不是说 这位小友有危险了 我实在是不忍心 看到这样一位天才 陈洛亮 第七响了 第七响了 没想到我有生之年 能够听到混沌中七响 哈哈哈哈 我此生死而无憾了 哈哈哈哈 你们看 混沌中上 浮现了几行字 天生万物 营养人 人无一物 以报天 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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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混沌中心醒了 月谦 你万不可再敲火的中 否则 就会赢来天谦呀 今日 我便要挑战这天 我这天 再也蒙不住我的眼 我要让这地 再也藏不住我的心 我要让汤生 都明白我的意 我要让诸天 都烟消云算 为何忠 竟然第八响了 没想到 这混沌中的反噬 如此之强大 他居然安然无恙地 正在那里 到底 到底是何方神圣 你们快看 天谦 天谦将至 叶谦 你入手 别再敲了 如果有天谦 就冲我一个人来吧 这就是 我就是天谦猫 善响 善响 难道人族将 罗罪地狱吗 天谦 天谦 真是 不要 天谦上 上天 已经有降下天谦的征兆 你快停手啊 天谦算个屁 我历经千万劫难 才练得准上之 举举天谦 能奈我何 什么 你说你是 准圣大郎 叶千尚 可你是何方神圣 我们 藤在天上 三千解 又在人间 五百 小记等闲 辽记尔 无人使我是天师 我 就是叶玄 叶 天 师 第九响 红顿舟 竟然第九响了 你们快看 天道已经修复 人间浩劫可以毙命 天师 重启天道 拯救天下苍生 攻在前丘外带 我三人 约拜天师为师 师尊在上 愿受奴而一拜 行了 起来吧 看你们这么有诚意 我就勉为其难 收下你们 谢师尊 组长 天道大会 就是在这里聚乡的吗 没错 我听说 天师亲手收走混沌中 对 他实力很强劲 亲手敲小了就想混沌中 看一下 是不是 对对对 就是他 好了 这里没你的事 尊长 咱们说好的一个意义 怎么 你很迫不及待吗 没有 但是这不是咱们说好的吗 能为我镇北王做事 那可是 你们的荣幸 天师 我们终于要见面 哈哈哈哈 坐 礼物带了吗 我跟你说 今天寿宴 我姐夫要来 我姐夫 她可是南京的镇手 你在宴会上 可千万不能说大话了 我知道 那我们进去吧 秀梅啊 你们家这女婿 可真是好大的架子呀 今天咱爸寿宴 竟然让我们这些长辈 去等他一个 嫂子 这他什么德行 你还不了解呀 这南大寿宴 别提他了 免得扫兴 就是呀妈 你可得少说他两句 我这妹夫呀 现在也得狠 你要是哪句话 把他说不高兴 他没准还动手打你呢 打 反了他了 他要是真敢逗我 我那大女婿啊 能要了他的命 够了 加烟伤 操手扔扔的 趁何其同 差不多到齐了 开始吧 爷爷 既然都要喝酒 那不如尝尝我这 路易十三 人头吗 爷爷 这是我特意为您 准备的礼物 路易十三 爷爷 这洋酒可不得了 在国际上都想要盛名呢 单这一瓶 就二十多万呢 价值二十万 嗯 单这一瓶 下来恭祝爷爷 身体健康 不如毒海 寿比南山 咱就喝这个啊 今天 今天可是爷爷的寿宴 你是不是得先把给爷爷的礼物 还是说 你空着水 礼物 我当然在 这 就是我送给爷爷的礼物 好 我倒要看看 你给爷爷送什么礼物 我看你气势不小 这不还是一瓶酒吗 而且你这酒看起来 这么很差 能喝 叶天 把这种东西送给爷爷 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 小蕾送的酒 在国际上享有盛名 价值二十万 而你送的 它不是刚从哪个土坑里 刚刨出来的吧 能值多少钱 这可是仙酒 它的价值远非百万可以衡量 也远非你们能够想象 哇 听听 都听听 这是什么大话呀 还仙酒 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那是你咕噜广文 好 我咕噜广文 就算你这酒 是个出了名的精酿 那顶天 也不过万把块钱 你怎么喝我这个 此仙酒 乃穷江玉露 玉酒交江 仅仅闻上一口 就可以多活三五年的寿命 要是喝上一口 能够多活二十年的寿命 喝上一口多活二十年 一天 你真当在座的各位 都是傻子吗 送个礼呀 还不过丢人现眼的 还好这里是家业 没有外人 秀梅呀 以后你们家要再带他出去 何得注意这点 就他也不跟我们出去 门嘴 鲜酒 老头多呀 倒要看看 是什么鲜酒 这 这 这酒怎么就绿的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送毒酒 你是想要磨害了爷爷吗 波草 我心为人带毒 这个毒酒 他不必伤口 酒是好酒 只可欺 你们没这个份份 这么热闹 大家都到了 杨军 你可算是来了 临时有点事耽误了时间 还望大家见谅 还有的事 你能来住就好了 快来坐 老爷子 看着怎么不高兴 出什么事了 还不是刚刚有人 给老爷子送来的毒酒 毒酒 那姐夫 就是这个酒 你看 都绿了 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要不是我及时发现 爷爷他就喝了呀 这 那姐夫 那假酒 我给你倒了 闭嘴 师父 别打 突破了 我终于突破了 我突破了 练气器 什么 你说什么 这 这是鲜酒啊 这哪是魔酒啊 这分明是鲜酒啊 鲜酒 杨军你没开玩笑吧 这是鲜酒 开玩笑吗 我哪里能开玩笑 这酒 我只是在十年前的开国大典上 有幸喝过一杯 那个味道呀 我永远都不会起缩的 那这一杯价值多少钱 此等鲜酒 怎能用价值金钱去衡量 若是凶适喝了此酒 最起码能提升一个修为 就是咱们凡人喝了 至少也能够严肃 二十年 纵观整个大厦 能够酿造此酒的人 更是 了了无情 这酒 是真的 这怎么可能 夏恩 这酒谁信了 不会只有这一杯吧 其他的呢 我 这 怎么 不方便说 倒也是 能送出此等鲜酒的 即便不是个战神级别的 想来也差不了多少 如此人物 能够在咱们夏家的家宴上 赠酒一杯 那也是给了天大的面子 老爷子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咱们夏家 出蒸笼了 原本这酒啊 有蒸笼一瓶呢 什么 蒸笼一瓶 您不必是开玩笑吗 那酒在哪 我怎么没看见 全让这业障 给砸了 什么 你把这一种瓶的鲜酒给砸了 我也不知道啊 阿文章 你知道你干了什么 简直是放显天物啊 姐夫 这 这真不怪我 这酒 是夜天送的 我哪知道他这个窝囊费 会送这么贵重的东西吗 什么意思 这酒是你送的 不错 这酒 是我送的 此等鲜酒 你从何 朋友送的 哪位朋友 这 就不关你的事了 我怀疑 这酒是你偷的 好一个是非不分 颠倒黑白 先是砸了我的酒 现在又怀疑 我这个酒是偷的 你们夏家就这样 再也知道吗 好了 死了 不说这事了 小军 你怎么回来了这么晚啊 听说咱们江城 要来一位大人物 所以啊 这给耽搁了 哪位大人物啊 就是 龙虎山上传说中的 护国天师 护国天师 没错 正是护国天师 我跟他 有过一面之缘 改天有机会了 我让他 通通通通通通通 真不愧是我的好女婿 这样的大人我都认识 小军啊 你真是前途无量了 这才是咱们下家的女婿嘛 是 你看看人家大夫家的女婿 对 你看看你 他把这个婿补当他 爸 别说了 我不喜欢和别人比较 咱们不和他们比较 这种人为了面子 事都做了 你说这话 什么意思 你说你认识天师 那我怎么不认识 那依你的意思 你就是天师 不错 我就是天师 见过华军群宠的 没见过你这么华军群宠的 你不要以为你偷了一瓶鲜酒 就无冒充天师 你可知道 在我们大厦 冒充天师 该当恶罪 老二啊 还真是搞笑 他知道天师是谁吗 诗燕 你去大摸一窍 以后出门尽量少带他 你不喜欢丢人 我们还想丢人呢 李佳人 只是烂尼付不上情 太让我失望了 你说你是天师 那明天晚上的天师宴 希望我们见得 诶 小军群 谁那么容易的晚宴 你也能参加 爷爷 恰好我收到了两张邀请函而已 小军群 还能不能再弄一张 邀请函呀 如果能弄来的话 爷爷和你爸 也想去见见识 这 太文了 不呢 我得打个电话 爷爷 邀请函搞定了 老二呀 我只望明天的天师宴 我还没见到你不 不就邀请 我一个电话 就能让您送到下线 叶天 别说了 让他说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一个电话 让人把邀请函送过来 五分钟之内 把邀请函送到下线 五分钟呢 这傻小子 还真眼上了 你还真以为你是天师啊 叶天 你到底想干嘛呀 世语 相信我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了 但是 是让我怎么相信你了 你 你们这场道具 还要当了什么时候 把他们给我干出去 老二 听到爸说话了吗 还管 天师宴 邀请还到了 这不 清风长教吗 您怎么来了 这不是 爷爷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 龙虎山外门长教 清风道长 这次天师宴 就是他承担的 真是贵客丽名啊 我们下家是旁闭生辉啊 那人 快给张教大人 安排位置啊 这就不必了 我这次来 侍奉天师之命 特来送十张 天师宴邀请函 给下家 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是 真打了两张要求的 真是我们下家的 好女局啊 居然一个电话 能让 张教大人 送十张邀请函来啊 是 爷爷 这邀请函他的名额有限 所以啊 我这只能弄是张官的 你够厉害了 来来来 爷爷 就你一杯 爷爷 这十张邀请函 由您来分配 好 夏家人 人人有份 都去 见识见识 除了你 爷爷 凭什么不让叶天去 这么公平 想着没 就他这种垃圾 也配有邀请函 让他去干什么 丢人先言 再说 他跟夏姐们 做出个什么贡献 贡献 这十张邀请函 就是看到我和孽子 在送了夏家 你掉点脸行不行 这邀请函 明明是我女士 不关系弄来的 你说个什么东西 他敢请我的过 爷爷 以后不要再来了 我丢回去这家人 夏家 这边请 真没想到 我夏家居然在 天使业上 坐在这么高清的位置 你说 大夫是先生 跟着咱们家诗运的吧 岂有可能 谁让咱们家诗运 是将成第一大名女的 他说是这样的话 咱下家 就是要上天 爸妈 你们说什么呢 你们要是 跟我对立体主相 我可以亲手帮 是 叶天 既然他叫我 跟我们说话 我叫你呢 岳天 你是怎么混进来的 您没看他这一身装扮吗 他今天呀 是在他当厨子呢 你说的不错 我今天就是厨子 今天是天师业 他今天也是 师与你生日 我要亲手 给师与你 一个女生的生意 真的啊 谢谢你老狗子 就你 那个厨子 别在这儿 妨碍我呢 滚蛋 对我 我这辈子 听说会有人借钱的 还没听过 有人借别人的宴会 来过生日的 岳天 你都不该出现在这里 就连江城四大家族 这样往后 你一个厨子 你都不怕 一里天师 我也没说 我要呆在这儿 我还有事情没有吗 只是听说你不到了 就过来看了 你在这里上的门口 我一会儿再来 老公 掌教大人到 掌教大人 天师 他已经到了 这么说 天师现在 就在宴会之中 对 这天师 他真是 全面目色呀 所谓大隐隐于世 天师之所以 也身在宴会中 而不被人称 那就说明了 这宴会之中 没人见过他 真是 这人不偶像啊 又有多久的 一生中啊 从没有 面见天师 如今 我老朽 真是幸运呐 对了 你们有没有听说 天师最近 犯了一件大事情 什么事 在天道大会上 天师以一己之力 幻醒了混沌中 重启天道 就连三大仙门的掌门 他没事了 天哪 没想到 天师 恐怖无私了 如此看来 别说是僵重 就是整个整线 都要卖天师伪证了 最关键的是 天师的年纪 还不到三十岁 什么 不到三十岁 这怎么可能啊 天哪 这简直是天才啊 总管大厦五千年 从没见过 如此的旷世资产 简直是 挂一堆固惊了 事件竟有如此高人 什么事不可思议 一会儿你们就能见到天师了 我保证 他的身份 会令你们惊讶 叶田 你怎么又来了 还换了点衣服 我换不换衣服 跟你又关系了 叶田 你这个这样子说话 昆仑 俄北 武当 三大主持 这大厦三大宗师 魏林将军天师 看来将军手变天了呀 是啊 还不都是因为那位天师 卡的势力乃是大罗金仙 方言整个大厦九州 他的存在 简直就是无敌啊 这种人物 我要是能结交上 那可不得 飞龙胜天啊 天师地位尊宠 人品贵重 怎么会认识你这种狂妄自大 目中无人知 你的意思是 你认识天师 你错了 我不是认识天师 我就是天师 这是我今年听到的 最大的笑 你一个废物 还敢冒充全尸 杰天 你竟然敢在这儿 不说八道啊 我可笑死 他就是吃错觉了 小子啊 你当心 有血光之在 今天我们两个 确实有一个 不有血光之在 但这个人不是我 是你 什么意思啊 杨军 你身为南晋镇守 离当严于律己 受过安民 可你却狂妄自大目 无法尽 你可知罪 想知我的罪 你还不够格 什么 你是武道宗师 你们三个 告诉他 我是谁 我懂参见天师 什么 天师 没错 他 就是本次天师宴的 祖爵 大夏 护国天师 可笑你们下家 做梦都想巴结的天师 在你们眼前 却不知 你们真是积了八辈子的德 才换来天师的垂青 什么 你一定竟然是天师 原来这些事实来 都是我错了 我这些天 你干了些什么呀 谢谢亲手毁了 十月 没什么金女两名 老夫 糊涂啊 老夫永远无主 你原谅我 原谅我对你的不幸 起来吧 别跪着 你毕竟是吃云的女 郑美 郑美 各位 不好意思 小母 来晚了 你就是郑美 没错 你就是 护国天师 叶玄 不错 叶玄 你不是叶天吗 叶天就是叶玄 叶玄就是叶天 我就是十八年前 动你从火场上救下来的叶玄 你真的是叶玄 我之所以隐瞒至今 就是因为幕后黑手没有找出来 手心也不需要隐瞒了 我说过 你救我一命 我会用一生来偿还 好 真是一段 凄美的爱情故事 真令老夫感动啊 不过 似乎缺什么 缺什么 凄美的爱情故事 当然是需要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呀 我的结局 由我自己来实习 那我倒要看看 你有多神心良 嗯 看来你是有备了 不过你就这么自信 能够伤得了 老夫 你在这里布下天罗地物 今天就算倍生双异 也是差势难逃 郑美吗 你已经是未及您长 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国主但也不保 你还有什么不满情的 我凭什么要当这一人之下 我凭什么要当这这北王 我要当这整个大厦的 我要让你们所有人 都匍匐在我的脚底下 广望 简直就是狂血废日 叶玄 难道 你就不想吗 以你和我的实力 如果再掌握了龙脉 完全可以推翻朝廷 到时 我与你平分天下 谁不看在 战争一起 大下有多少人会流离失足 就因为你的一举失语 就要让射击变为秋薰 让百姓保守头大之后 你难道一点都不会自责吗 自责 就是一将功成万务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当我成功的时候 他们只会记得我的丰功伟绩 今天让我在这里遇见 那是天术 我劝你最好 束一束就行 这可 无耻老人 几十年来 你拥兵自咒 亨争暴露 岂不知天下人 接约了生诞 还在我面前望称天术 你说什么 二成贼子 你往后无事 一生为你奋过 只会腰唇舌柱咒 一条断肌之犬 还在我面前阴影狂吠 我从未见过 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好 叶轻 今天我不和你成口舌之类 我现在要上来 用你的人头 祭祺 怎么会这样 难道 你就入身成熟 你断完了 现在 该轮到我了 谢谢 你确实比 传闻招更厉害 难怪国主那个老贼 如此欺忠你 多说无意 束手就行吧 我会替你向国主求情 不会牵连你的组织 可惜呀 这终究是肉体翻胎 顺便就有弱体 而你的弱体 就是你的感情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对出来 她是 她 可是我的亲妹妹 妹妹 我怎么不记得有个妹妹 你当然 我不记得 她是你母亲的私生女啊 什么意思 看来 你什么都不知道 没错 她 就是你 同一父的亲妹 而我 就是你的亲舅舅 什么 三十年前 你母亲出轨 从家里淘走 还偷走了宣剑 去闯荡江湖 却没想到 在江北 遇见了你父亲 于是 俩人情投意合 然后 就结了分 从此 你母亲隐姓埋名 和你父亲 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之后 便有了你 可惜 这个世上 没有不透风的枪 最终 还是被我给找到了 所以 你就派赵家 杀了我们全家 十八口人 没错 但是 我没有杀你 那是因为我女女大 被人救 好掉 是啊 所以 这都是天意 叶玄 只要你跟我连水 这七下 便是我修夹的 我借你放下 遇到迷途之 反流魏 我会替你 向国者修行 哼 我们大厦 有句古话 叫自武中校 南两全 叶玄 今天 你给你妹妹 必须得死一个 哥 你不用管我 妈妈当年是被人下药 才有了我 你不能做大厦的 千古罪人 叶玄 你说 我们一家人 团团圆圆多好 以后 这天下 便是我们小家 来吧 放下你的民族大义 拥抱亲情 好 你想学院建设 对吗 这才是我的好爱上 快 把这给救救 好 那你敢接住 我的好救星 你的这 好 谢谢 妹妹 这些年过得还好吗 如今我已经当上了天使 不会再人受苦了 来 来 这位是你的嫂子 叫嫂子 嫂子 当年就是她把我从火场上救下来的 嫂子 我替我妈 还有我哥 谢谢你 说什么呢 这么近爱 以后 我们就是一家人 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还有 太好了 我原的妈妈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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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